171 香港經濟日報 月宣傳部長托鎮聲中宣部副部長 2015年7月18日中國要問A11內地官媒報導證實 原廣東省委常委 宣傳部長托鎮 托月音 托普通話音冊 於近期升任中宣部副部長 托鎮任職廣東期間 於2013年初被指下令修改南方周末原題為憲政夢的新年獻詞 曾引發採編人員抗議 並夜來輿論的廣泛關注 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中國作家網發布消息指 2015年7月9日至10日 中宣部副部長托鎮與多名高級官員 出席了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作家協會聯合舉辦的座談會 並發表講話 這是內地官方媒體首次證實托鎮升任中宣部副部長 此前 內地媒體曾報導托鎮將奉調進京 但就其將任職的部門有不同意見 有報導稱其將任中宣部副部長 也有稱其將副中央文明辦任職 中宣部是中共中央主管媒體宣傳的主要部門 托鎮成為繼原陝西省委宣傳部部長 近日來第二位新上任的中宣部副部長 目前 中宣部部長為劉奇寶 常務副部長為王坤明 副部長有11人 除托鎮獲景進海之外 還包括文化部長洛樹江 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蔣健國等 憲政夢獻池被自租大福山改今年56歲的拓鎮 自武漢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畢業後 一直在媒體工作 先後擔任過內地經濟日報副總編輯 總編輯、新華社副社長等 並在2012年調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在他任內的2013年1月,廣州南方周末發生了著名的新年獻池事件 當時,南方周末撰寫了題為中國夢、憲政夢的新年獻池稿 但在廣東省委宣傳部官員的要求下 有關憲政的內容被大幅刪改 見報時還出現了一些事實錯誤及於病 事件引發南方周末採編人員的抗議 還有不少支持者聚集在南方周末報社門外聲援支持 此外,曾在南方周末工作的五十多名編輯記者也曾聯署發表公開信 指拓振指示山改新年獻池事月介之舉、善權之舉、圓會之舉 多此一舉,並要求其引咎辭職 不過,拓振並沒有因此下台 南方周末總編黃燦則為事件承擔責任辭職 並堅稱托振與山改新年獻池無關 調任消息也成網絡敏感詞事件引發國家關注 更有輿論據此質疑內地新聞自由受限 不過當年1月4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回應時稱 在中國大陸不存在所謂的新聞審查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依法保護新聞自由 也充分發揮了新聞媒體和公民的輿論監督作用 以昨晚關於拓振調任中宣布的消息 也成為敏感詞 在內地社交媒體如新浪微博無法搜尋 如果有個issen想先進入稿 如果全部人集成本的話 會不會有 recently的發揮 會不會有新的錢 然後還會不會有新的 發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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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隊 他是想要求來自我